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安格斯頻道 今天我們要分享什麼主題呢 就是前方的這一個沙發主 那這個沙發主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一般用到這個沙發 大概用了十幾年以後 後面這個地方 後座的地方就會凹陷 大家是不是有這種經驗呢 就是它的海綿體會比較 已經壓扁一些了 那我們這裡來看一下就是這樣 我們屁股這樣坐下去 這裡坐下去的時候 這裡看旁邊 這樣 這裡比較明顯 就是說屁股坐下去的時候 這裡就凹陷了 那這樣我們遇到的這種情況 怎麼辦呢 我們又不想花大錢去換掉沙發主 那如何讓各位 省錢去換修 或者改善呢 生活智慧網 教各位一招 現在我們就來改善 我們 剛好 這邊有兩塊 這個 保麗龍回收的 這是那個我們社區那 剛好的有人買大電視 然後丟在回收室裡面 我把它拿回來了 這樣 這樣子的厚度 剛好可以彌補 那個沙發主海綿 上屍的高度 那前端 因為那個海綿的寬度滿寬的 前端剛好我也有一塊板子 這樣子 可以放在前端 這樣就三塊 這樣的造型 就可以支撐住整個沙發主 它的改善結構 坐墊以下 它凹陷的部分 我們把它加強了 那表面呢 其實都是還好好的 所以丟掉蠻可惜的 那 只是布色 可能比較舊 那我們買了一條新的這個 沙發床巾 把它套上去 這樣就變成新風味又出來了 OK 好 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 用圓巨居 剛剛很長的這一支 這塊木板要放在沙發裡面的 加強結構 把它鋸斷 大約五公分裁掉就剛好 我們用這三角板 五公分大概是這樣 好 畫線畫 但是巨線要再 在這個 靠在邊 這樣 線還有三角板 三角板是給 圓巨居當導軌用的 會鋸得比較直 這三角板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凸起 所以這個凸起可以靠著 這樣 拉不過來 所以用這個鋸的話就非常安全 好 然後這個扇 有公分解掉 OK 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 如何改善它 OK 好 首先 我們把這個 靠枕 沙發靠枕 全部收起來 然後這兩塊 拿走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沙發組的下面的結構 這邊 其實它是很彈性的 那只是說我們人的重量壓下去 壓在這一邊 這一邊沒事 壓在這一邊 這邊就冒掉了 太軟了 那這邊也有一個凹洞 有個凹洞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來用 這個改善 我們把這兩塊 放到這裡 然後就放中間 這樣來均衡 均衡它的力量 然後這一塊 剛剛鋸好的這一塊 剛剛鋸好的這一塊 太長鋸掉 我們可以來 彌補這個洞的斜坡 你看 這樣 我們可以放在這前端這裡 OK 對 這個壓下去就跟它等高了 這樣 然後這邊會高一點 就彌補凹陷 OK 你看這樣不是很規則對不對 但是 這兩塊放下去的確效果就好 增強非常大了 來 試試就知道 好 接下來我們反向 把它放回去 這個也是 這樣 我們來做看看 如何 這樣後面屁股就 比較高了 明顯比較高 OK 好 那我們把它 再試驗一下 是放前還是放後 這個 這兩塊靠近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還是這個給它下來一點 試試 到底哪一種 做起來哪一種 更適合 更舒服 好 欸 這樣比較好喔 OK 果然是試了就知道 這樣 OK 那就採用這種 所以把兩塊 靠緊 放到後面去 這個 給它下去一點 這樣的 平衡度 就剛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一塊 新買的沙發布 靠上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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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一下 OK 好 這樣又變成一個新風格的這個 沙發組出來了 OK 然後再把我們靠著 再放回去 好 再試做一下 嗯 讚喔 好 調整一下位置 好 非常棒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凹陷往下 往下的那種感覺了 它現在做起來就是等於是正常平平的一個沙發組 OK 可見這樣的改善是成功的 OK 好 結論 今天 生活智慧王做這個沙發椅的凹陷問題的改善 非常的成功 加了這兩塊長方形的保利龍加上一塊木板 就解決了這個沙發組的一個凹陷的問題 那這個沙發又回到新買的狀態 的一個海綿墊 非常強壯的支撐 的原來的感覺 OK 這樣的改善方法 你學到了嗎 OK 以上分享啦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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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